女人脱下几百万的高跟鞋 换上几块钱的人字托 再画个熊猫眼 极力伴仇只为拒绝和富二代的相亲 女人名叫允和 是顶级财阀家的小女儿 只因八字和亲歌相冲 不受家里人待见 只好装穷在超市干零食工 乐此不比地接受大妈的各种刁难 为了把允和从哥哥身边赶走 妈妈才安排允和联姻 为了搅黄相亲 才有了开头一幕 允和来到相亲地点 一个英俊的男人跟在允和后面 被这一身不良少女的打扮吸引 允和进到餐厅 一眼就认出了富二代 翘起二郎腿自爆性命 富二代看着允和一身混混的打扮又无虑又气 他一眼看穿允和想通过伴仇搅黄相亲的命 富二代虽然很生气 总归答应了允和 被泼水的允和失魂落魄地下电梯 英俊男再次遇见了允和 允和不小心撞了人 英俊男捡起允和遗落的发奖 正想追上去归还 老板的电话就打完了 老板正是和允和相亲的富二代 名叫昌秀 英俊男名叫俊姬 二人虽为上下级关系 却轻如兄弟 搞砸相亲的允和回到家 免不了被亲妈一顿打骂 伤心的允和只能打电话给超市认识的闺蜜 允和向天真的质疑 隐瞒了财阀千金的身份 两人情同姐妹快乐地在超市打工 而质疑还有一个乐趣 就是迷恋上了新来的崔代理 晚上质疑好不容易和俊姬一起下班 在超市门口告别时 允和远远就看到一脸花痴的质疑 允和跑上去叫住质疑 俊姬一回头又看到了允和 今天这是他第三次偶遇允和 质疑兴奋地向俊姬介绍允和 俊姬的无礼惹恼了允和 见两人不愉快 质疑及时阻止远合 还坦白自己很喜欢俊姬 第二天质疑拿着三明治又在蹲守俊姬 俊姬出来了 质疑又一脸花痴 俊姬正想介绍昌秀是超市的本部长 昌秀及时打住说自己是个无业游名 质疑喜欢吗 没有 这质疑你不喜欢 你不喜欢吗 没有 质疑顿时对昌秀好感全无 回到办公室 自恋的昌秀开始贬低质疑 第二天 昌秀就被允和哥哥叫过去 哥哥知道了允和被昌秀剖手 一拳教训了昌秀 吃了一拳的昌秀返回超市 远远的像质疑抛媚眼 却惨遭质疑的白眼 而他一回头居然看到了允和 나 오늘 경俊姬姬한테 불려가 맞았다 얼마나恨疑 제가 한 행동에 대한 결과가 아니라 你能不能写上 你能写上一拳 我来说了吗 我来说了你 你现在在写行 你能写上 我去乱下 我来说了吗 感谢观看